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每个粉丝都有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嘛 而他则是我们工作室的头拍男艺人唐哲 人帅 稀有好 是个优秀的艺人 可是 接下来有一个下班场的直播 希望您好好准备可以了 谢谢啊 谢谢 可是 他好像有一点变态 刚来公司的时候 我很崇拜他 他在我心中 是个光彩妖人的大明星 后来 简直越来越过分 可是也没有办法 现在大学生就业率那么低 瞧瞧说 像我这种刚毕业 就能进艾粉丝 当艺人助理的 已经是烧香拜佛了 面对这种变态 只能先忍忍 怎么 怕我啊 像你这种小仙人 我见多了 你别碰下来 一开始 都是这么害羞的 你要干什么 你说呢 你 你不要乱来 我又没事让人放火 摸一下 不犯法吧 可是你这是猥亵罪 猥亵罪 好啊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们落实一下吧 要不然 岂不是白白被你扣个罪名 见 哲哥 下半场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小凡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小凡 真是难为你了 没办法 他就喜欢挑衅男助理 尤其是长得漂亮的 在你之前那个助理 就是被他给吓走了 都说女的要防 现在男的也得防 我都不知道男的待多久了 哎 没办法 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你千万别想不开要离职哦 不然工作履历不好看 反正你试用期快过了 先忍一忍 答案自立再说 来 来 你和乔乔过来 看完 看完 这个呢是唐哲和林妍的合同 记得备份 还有 一会儿你要去趟失落之白的剧组 把这些衣服让他俩试了 看看何博深 还有和剧组协商一下 请出一天假来 好让他们去参加桃花季新闻发布会 这个呢 是桃花季负责人承姐的电话 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 我这两天呢 要去趟深圳出差 这些事情都办好了 听清楚没有 好 好 喂 断档 哇双份代言费 还是知名品牌桃花季 太文简就是厉害 主要是双份代言费 我又有这么厉害就棒了 凯文呢 凯文姐出去了 出去了是吧 这是什么 桃花季 弹下来了 嗯 速度挺快的 收好吧 干嘛呢 剪珠都快掉了 我在Key 行啦 行了行了 花痴 花痴 花痴怎么了 哎 那可是顾总哎 公司人送运面阎罗 长了一张酷丝无缘足的脸 圈冷酷如冰山 谁说的 搞不懂 我讨厌 我讨厌 我跟你说 布总这种类型啊 是传说中的 冰山公 目测 还有点鬼畜属性呢 谁起的 什么鬼 什么鬼 你这种听了唐哲 又躲起的小孩 听不懂也正常 下午 是挺远的 要不要我跟你快去 嗯 你不是有策划案吗 我自己去吧 行 给他 喂 陈姐啊 你好 喂 我是小凡 小小小小 那品牌发布特定 现在周五算有点 哎 好的 哎 那 行 OK 哎 好的好的好的 行 那就这样吧 再见啊 大家热烈 再见啊 我们快下一条 您好 请问一下唐哲和林烟在哪 晚上他们俩在里面 谢谢 嗯 咱们那个抓点紧啊 那要拍下一场戏的啊 大家 拍什么的 大家 中文的 下场拍第六个 这个林烟姐 这是桃花季的衣服 需要你们试一下 看边吧 好的 谢谢 我去试试 来 帮我换衣服吧 嗯 怎么了 有什么事儿说 我还需要剧组那边去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啊 周五上午是桃花季品牌发布会 然后晚上有品牌宴会 需要你和林烟姐到场 我需要帮你俩协调一下时间 哦 我还没什么大事儿呢 就那边也很忙 嗯 估计他们一时半会儿你也找不到他 嗯 有他要帮我换衣服吧 一会儿我跟他们说就行了 嗯 哎 行了 帮我换衣服吧 好了 嗯 行 这衣服挺合适的 用着吧 嗯 谢谢 这个尺码挺好事的 你跟他们说一下 就按这个尺寸吧 行好的 那哲哥 旧屋那边就麻烦你说一声吧 我就先回公司了 行 去 年纪我先走了 嗯 小凡 明天是桃花季品牌发布会是吧 对啊 怎么了 你给剧组的家庭好了吗 应该请好了吧 什么叫应该请好了吧 你赶紧去落实又是吧 嗯 对 你说的对 喂 哲哥吗 我是小凡 那天说请假的事怎么样了 哦 怎么还有这样的事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不是 那天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 你说具无人忙 你帮我请假来着 小凡 不是我说你 与其找这么多借口 还不如自己赶紧去协调协调 好了 我要上戏了 不是 这个 这个 这 你居然忘了请假 出大事了 不是 我也跟他说过的 别忘了 你赶紧打电话请假吧 你有聚会人员电话吗 我这有杨明哥的电话 来 您请假 喂 杨明哥吗 我是小凡 我想给我家艺人请个假 请假 你开什么玩笑 明天是群戏 重头戏 还请假 请什么假 又要去哪个剧组搁钱吗 你们这帮经典呢 能不能为我们剧组想想 我们这边动一个演员 其一队演员也要跟着动 你知道剧组单位一天要损失多少钱吗 设备租赁场地 其一队演员也都要跟着 一天就是几十万你赔得起吗 一想起来就起来 也不提前说几天 不叫 怎么办啊长长 你赶紧给陈姐打电话 喂 桃花季陈姐吗 我是小凡 我想 发布会能不能改期 改期 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明天拍戏的时间跟 发布会的时间冲突了 所以你看能不能 改个时间 小凡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 这次的品牌发布会 跟普通的客服一样 我们请了很多大牌的杂志主编 还有业内精英和国内外合作方 说改期就改期 那我们的品牌形象和信誉度严重受损 希望你能替我们考虑考虑 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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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演 明天 陈党 我是凯文 明天咱们的演员是 陆小凡 陆小凡 你干的真好 这个案子 是我牵下来的双带眼 双童照 一切都白费了 魁 凯文 我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 你要是真的给唐哲说了 唐哲就不会不知道 你看我才走了几天啊 捅个这么大的娄子 气死 什么情况 顾总 这下干嘛烦了 桃花季那边是什么安排的 桃花季那边 是定在周五上午九点 先是品牌宴会 然后再是发言 不过晚上有场宴会 需要一人到场 从发布会到剧组需要多久 从剧组再到龙亭花园 又需要多久 如果不堵车的话 到剧组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 到宴会需要四十分钟 可是他们都是早上五点上装 七点开拍 晚上十一点结束 喂 桃总 是这样的 对对对 这件事情是对 实际上是特别麻烦的 真的是害羞 好吧 好了好了 谢谢 好 谢谢韩总 你这个人请我记住了 我把主演的戏都调到上午十一点 十一点前用文体演完贴身戏 你去告诉桃花季的人 让他们安排代言人 先拍照采访 这样你们十一点前还能赶回剧组 至于晚上的宴会 一般七点的宴会 八点才正式开始 你让他们九点到就行 这下太麻烦不走了 这就是你招来的人 请假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忘 我没忘 你没忘 那你怎么不去剧组请假 我去了 唐哲说剧务人多 他帮我请 唐哲 他帮你请假 是真的吗 他怎么说的 唐哲说不知道 小范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唐哲可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一个人 他说他帮你请假 你编谎也编个像样点的吧 我没说过 我真的有说过 还是他主动 够了 忘就忘吧 错了就错了 还变那么多借口 就算唐哲他说 他帮你请假 那又怎样 你有去跟进吗 艾哲斯从来不养闲人 像你这么不负责任 又喜欢把自己过错 往其他人身上推的员工 我们不需要 你明天不用买了 喂 哥哥 这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是很生气 但是 我不会开掉你 你呀你 他说你 你就听着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顶嘴呢 而且你还提唐哲 唐哲和顾总 多少年的交情了 关系有多好 你不是不知道的 你还当着顾总的面 把错误都推到唐哲身上 他不生气吗 凯文 那该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顾总的性格 你们不是不了解吧 说出来的话 谁能反驳 什么事啊 怎么太火气 没事 就一小孩 出了事 就只是要推卸责任 还撒谎 现在的年轻人 没有什么担当 不中用就赶紧换人 别气坏了自己 嗯 最近怎么样 你都好几天没来我这里啊 啊 最近比较忙 哥哥 等我过两天去看你 好吧 好 陆小凡 你别倒来倒去了 别胡思乱想了 多吃点 吃多了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啊 你说那天 我明明跟唐哲说过 嗯 也是他主动答应我 说帮我请假 为什么最后 他就说不知道 我肯定是信你啊 不过他们亲爱的顾总不相信你 哎呀我也没有办法 你说也奇怪了 唐哲为什么说他不知道呢 是不是他真的忘了 忘了 嗯 或许吧 又或者是你拒绝了他的调戏 所以他报复你 调戏 这种事应该不至于吧 没那么小心 哎 怎么就不至于了 陆小凡 你太年轻了 他什么事做不出来 反正我是不敢招惹他的 我像顾总说的那样 自己去确认一下 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哎 事情已经过去了 别想了啊 来喝酒 我圈内的朋友多 这事就交给姐了啊 只能靠你了啊 嗯 你看你们这都怎么安排的 一天跑三个地方 想要累死我吗 待会儿去了剧组还得换装 哎呦 想想 艳艳 我好艳艳哪 你怎么这么想我呢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你想想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哦 哦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啊 以后不会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好吗 好吧 我现在累了 你陪我去来休息室吧 哎 好 好 走 哎呦 兄弟姐姐 哲哥 衣服拿来了 夸夸妆吧 怎么就你啊 其他人呢 开完陪莲姐去休息了 小凡呢 他 被顾总开了 开了 你为什么呀 他上一次忘了和剧组请假 还和顾总说 是您主动帮他和顾总请假的 顾总他很生气 所以觉得他做错事还撒谎 所以就把他给开了 好吧我知道了 顾总 嗯 喂 顾航啊 什么事 开一位首相那个新来的小孩 你把他开了 对啊 怎么了 你不是告诉我 真的是你答应 帮他请假 结果你自己的疑问 我当然不知道这事了 我就随口一问 行 没什么事了 我先挂了 我找你 明明是你答应我 说帮我请假的 你为什么说你不知道 重要吗 不重要吗 我刚刚进公司 眼看要转正了 结果呢 好吧 我承认我是故意的 原本我只想跟你开个玩笑 不过我没想到 顾环会真的把你给开了 你是大义人 不愁生计 可我呢 我是一个刚入社会的新人 现在我工作找不到 我现在连房租我都交不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拒绝了我 所以我很生气 就是想看你出仇 这样的理由可以吗 我拒绝你什么了 这人呢 未必要给他走别人定义的路 什么意思啊 意思呢 其实还有另一个 想听听吗 你说来听听 我的意思呢 其实 我每个月给你两万块钱生活费 你想干嘛干嘛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这样的话 你有地儿住 又有钱花 何乐而不为呢 你会有这么好心吗 你说呢 不试试怎么知道 难道 去你家当余人 我明了跟你说吧 其实 我挺喜欢你的 喜欢我 没懂你意思 其实就说 我想 包养你 包养我 你没病吧 为这么一点原因 你就陷害我 害我被公司开除不说 现在还来侮辱我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陆小凡 穷归穷 但是我有志气 别拿什么人都跟你一样 我说 我说 志气 陆小凡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像你这样所谓 有志气的人 在我唐哲眼里 狗屁都不是 我不需要 你看得起我 总有一天 我会比你厉害 不用事 好吧 我会比你厉害 嗯 行 那等几天吧 行 怎么都是三年工作纪业 就不能给新人一个机会 这不乔乔的策划案吗 年满18岁 如今要上课 给新人一个机会 给乔乔拿个电话 喂 乔乔 对 找你有个事 对 我们见面说 那我晚上在那个烤肉店 行 晚上见 哎 这儿 来 你怎么这么久啊 急死我了 你又不知道北京堵车啊 给 好 最近在忙什么 嗯 还不是公司里面那些破剩 尤其堂者又出妖蛾子 哈 你说的他我想起来 那天他约我去咖啡厅说要包养我 这不神经病呢 包养你 对啊 他居然说这些混账话 啊 我跟你说啊 唐哲啊 连你我的学历都不如 而且平时啊 特别瞧不起人 自以为是 我看你对他怨念也够大的 当然大 我跟你说 我见的艺人多了去了 像唐哲这种没文化没内涵 只会靠脸出道的 连台词这种基本功都不过关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演员会找人配音吗 因为呀 他们文化第一无法理解人物的形象和情感状态 所以才得找人配呀 不出玩意的 那是当然 姐要是当了经纪人 就会牵那种颜值又高又有文化内涵的小鲜肉 那样才走到长远吗 觉得我怎么样 你什么怎么样 当演员啊 当演员 对啊 我内涵和颜值不比唐哲差了 我瞅瞅 嘿 好像还真可以 是吧 他都能当 别瞅我不能 不过 你怎么入行呢 你不是写了个网新策划案吗 原来你要参加网新计划 对啊 为什么不能参加 小燕原来你打的这个主意啊 你不会是喝汤汁赌气吧 嗯 谁让他瞧不起我呢 你没看那天嘴脸 嗯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反正跟他对着干 这种方法 倒可以试一下 什么 不懂 嘿嘿嘿嘿 快吃你了吧 知道了 真实 眼下还有个事要你帮忙 还有什么事 这不没钱交房租了吗 嗯 找你借点钱 要多少 嗯 不多 就600 600可以 没问题 啊 南边来了个哑巴 要你别了个懒巴 要你别了个懒巴 不知是别着懒巴的懒巴 别着懒巴的懒巴 干支 五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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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 六少女 五少女 六少女 五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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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通过还选呢 对啊 你别不信啊 我真能通过 放心吧 我会加油了 这里就是我们老星 准决赛的选拔演舞梯 我希望大家 进时好好准备 发挥自己最大的显力跟实力 大家有信心吗 有 那我们现在参观一下 可以拍照吗 可以 老师 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好 丁严 副总可以走了吗 可以 走吧 快点 这么好了 我送你吧 走 郭总 我先去找新鲜店 好 那我先去等你 看来你对我公司还是情有独钟啊 我都赶紧走了 你还是回来 对啊 这里环境好 待遇好 为什么不会 我确定啊 还是早点回去找份新工作吧 我公司是不会留你的 我觉得留不留 是实力说了算的 实力 你觉得你的实力在哪里呢 贵公司是国内顶级经纪公司 相信挖掘信任的潜力和眼光 一定是有的 如果我不是当艺人的料 我自然会走 可是如果我有这个实力 你又凭什么不留我 你对自己挺有自信的嘛 对 不过我告诉你 不过我告诉你 盲目的自信那不叫自信 那叫自负 有实力就不叫盲目 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几经几了 尽量体现在最后的结果上面 好 看来真的是刚入社会 出生牛都不怕虎啊 作为一个新人 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我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顶撞我的人 你就不怕你得罪了我 我不让你过了初赛 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公平的人 好 既然这样 那么 你要是进不了决赛 以后在整个行业里面 我都不想见到你 好 那我们打赌 如果我能进决赛 你一定公平对我 如果我进不了决赛 我就自己回家种田 好 顾总 你笑什么 我们之前的员工陆小凡 想参加我们的网星选秀总决赛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那这孩子挺有上进心 挺不错呀 一个对工作不认真 还喜欢撒谎 退卸责任的人 怎么可能不错 撒谎 之前桃花季新闻发布会 他不是忘了跟剧主请假吗 还撒谎说 他去剧主跟唐志拜托过 让唐哲帮他请假 你这么一说 好像真有这么回事 说什么 那天小凡拿着桃花季的衣服 到剧组让我们试装 走的时候我好像听到 他跟唐哲说什么 让他帮忙跟剧物说一声 应该就是这个事了 你确定 对 我听到的 我很确定 糟了 我冤枉他了 你等我一会 算了 走吧 顾总 你不安慰那孩子了 如果他连接你刺激的受不了的话 那他也不适合当艺人 我们走吧 好 请问 谁是杜小凡 我是 您的外卖 怎么的外卖 你没点外卖 是不是先生帮你点的 先生 谢谢 谢谢观看 大家好,我是陆小凡 大家好 很紧张吗 别紧张 别紧张 没事的 我先去个厕所 紧张吗 你说过 我能进总结赛 你要公平对我 那当然 不过你要是表现得不好的话 分数低也不能怪我 等等 别再弄丢了 怎么会在你这儿 谢谢 顾航 那谁啊 就位问路的 玉冕阎罗 韩大少爷 什么时候准性了 连这种话差也打脸 唐大评委 你今晚来的可真够早的 都快开播了 选手的资料你看过了没有啊 有什么可看的 哎 我天天那么多戏 哪有时间看那个 再说了 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评委 我又不打分 他们爱怎么演啊 我就怎么说 行吧 快点准备一下 谢谢 欢迎来到 网星选秀总决赛的现场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 欢迎我们的专业评审上场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 欢迎我们的特约嘉宾 姨天唐哲上场 下面有请56号选手登台 现在有请我们的评委 最终打翻 1号评委的分数是 七点分 二号评委 七点分 三号评委 九点六分 八点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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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打败分数会是 八点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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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们的东北小白 翻墙国军 八点二分 八点二分 恭喜李燕和唐植 还有各位评审 观众朋友对我的肯定 然后让我得这次冠军 嗯 谢谢你们 古哈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一个工作中被开除的员工 你居然要牵他当艺人 最可笑的是 你还把他跟我安排在一个工作室里 这有什么 第一今天工作室里布置你一个艺人 一个新人 对你没什么影响吧 反正啊 我师父想看见他 我之前听凯伟说 你挺喜欢他一个小孩的 怎么这会儿 又不想见到他 你想想 一个工作中捅炉子的人 怎么还能继续用呢 员工和艺人 都是公司的雇员 但是这两者 却是不一样的 作为员工 当然是要求谨慎 不能出错 但是作为艺人 他却要求不稳定性 并且要感性的 书业有专攻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只要把戏演好就行 我这个人向来对视不对人 陆小凡虽然作为助理 有些缺陷 但是我觉得他当演员 还是很有天赋的 好好好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那你请您把他 安排在其他工作室里去 我告诉你 除非你和他上同一部戏 要不然 你几乎不会见到他 我直说吧 凯文手中各类资源最好 我希望凯文能带带他 顾寒 你这是在打我脸啊 我觉得这块有点莫名其妙 网星选秀 是公司出钱筹办的 公司可是花了不少钱 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包装 优胜者自然是要积累下来的 并且重点培养 我觉得这些都很符合程序 对没有什么问题 打脸这一说又从何谈起呢 阿哲 小凡 他就是个小孩 刚入社会布置深浅 他就算在哪里得罪你了 你也别跟他计较 你也别跟他计较 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 最后还成同事了 陆小华 我劝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你以为参加个选校就能闲鱼翻身吗 我告诉你 娱乐圈水有多深 你知道吗 娱乐圈水有多深我不知道 不过 看你不也游得挺好的吗 你不要太得意忘形 早晚有一天你会吃亏的 吃不吃亏是我的事 好 摔摔看我这里 后背要挺直 挺直一点点 手搭膝盖上 看我这里 看镜头 好 帅哥你先休息一会 行好谢谢老师 小凡 没想到嘛 这么真气 就拿到代言了 拿到代言固然好 嗯 但是能拍戏不更好吗 嗯 听说公司在投拍郁清晨 导演还是马川伟 是啊 其实原本这本戏 凯文是想安排你演男三号的 结果 你知道的 自从你奪冠签约之后 唐哲他很不高兴 他在这部戏里是男一 凯文怕他生气霸眼 就只能议了他 新人刚入行 售点我去也正常 他拦了你一次 拦不了你第二次 你总会有机会的 嗯 怎么 你有没有发现 顾总 最近对你 格外好 想啥呢 怎么可能 你现在满脑子全是腹 走走走 赶紧换下一套衣服 看下一套 走吧 看下一套 热死了 还是这空调房子凉快啊 大热天的还给我安排古装戏 你就是想热死我 哎呀咱们演员不是就赚了这份辛苦钱吗 一会出去给你买冰水 哎呀 大热热天的 接着这些 古装戏 不向人代言的 随便在棚里拍微照 钱就尽了腰包 多轻松 是不是 人家陆小凡 代言可不是我给接的啊 陆小凡的代言是商家找上门来的 点名让人家小凡演的 再说了 你不喜欢小凡演男三 公司不是都依着你给换了吗 可是不能处处都依着你吧 是不是 我又没说谁 就随口说说吧 成吧 给你去买冰水去了 喂 大令啊 告诉你了不要叫我虎虎 叫我喵喵啊 去吧 下去吧 喂 阿智 怎么了 有新情况跟我回报了 也没什么事 不过最近公司办了个网星选秀 顾涵把那个第一名的小孩给牵下来了 然后把他埋在跟我同一个东西里 让凯文亲自打他 好啊 也是要培养新人的呀 不是 这个小孩原来是凯文的助理 后来因为犯点什么事 顾涵把他给开了 但是现在又把他给牵回来 做艺人 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凯文出了 然后又回来报名参加选秀 是啊 嗯 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唉 行吧 那有什么事 我再跟你汇报吧 好 什么 唐涛车上住院了 怎么回事 眼不眼中 医生怎么说 掉牙的时候 不小心掉到树上了 需要观察 不管没有骨折不会耽误很久 好好好 你们安排 能用替身的地方 全用替身 把其他角色全往前拍 好 谢谢 谢谢 库总 好 好 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开心 检查结果出来了 您这边只是皮肉擦伤 还有肌肉拉伤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五天就能出院了 好 谢谢 顾总 医生说 躺着的伤一个星期就能好 可这大半个月都过去了 他迟迟不敢复工 你看 剧组的人 都等不了了 那 直接来公司找我 我又有什么办法呀 所以来找你了 对啊 顾总 是真的排会下去了 那一会儿要是再不回来 再找十个替身也不行啊 顾总 页院和铁丝内心都排完了 谁要是重新打劲呢 顾总 我们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您的 戏是你们公司投资的 人是你们公司的艺人 他到底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您给个准劲啊 知道了 让诸位费心了 我还是查清楚情况的 若他真的不能拍 那咱们再商量 请进 医生您好 我是304病房的家属 请问他现在状态怎么样 您家那位啊 伤早就好了 他本来说自己就能走路 他就是不走 您是他的家属 你多劝劝他 外面的世界那么美好 让他赶紧出去 我这病房也紧张 知道了 谢谢 哟 你终于来看我来了 既然好了 为什么还赖在医院 你不知道你正在拍戏吗 韩德少爷 我住医院这么骄傲 你只看过我一次 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你是怎么端定我好了呢 我最近比较忙 经常出差 你又不是不知道 行 看见没有 腿坏了 起不来 难道你还要找别人 用担架给我抬出去吗 还没好 是真的吗 嗯 我可是问过你的主治医生了 他说你早就已经好了 主治医生的话 你也信 他们看不了的病 多了去了 那你什么时候能好 这也就看我的心情了 心情好的话 自然就好了呗 心情 那你怎么样心情才能好 你把那个臭小子 顾小芳给我弄出去 我心情就好了 唐哲 你别告诉我 你是为了跟我赌气 才来自于越部走呢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是吧 跟我开玩笑的是你吧 顾航 你把一个矛头小孩 从我弄出我的工作室里 抢我的资源 抢资源 Kevin手上除了你和林烟 还有好几个新人 你为什么偏偏针对他 你是圈里的老人了 你所有东西都是难以好 他一个新人 能跟你讲什么资源 原本安排他上这部戏的男三号 你不乐意 我们为了照顾你的情绪 就让他补上这部戏 你还想怎么样 照顾我的情绪 顾海 你要是真照顾我的情绪 你就让他滚大了 你别无理取闹 你不知道现在的剧组 一天耽误要赔进去多少钱 是不是 厂地设备送领费 人工费 一天就几十万 还有后期特效制作周期 和电视台的排片安排 这些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如果我们不能按时完成 导致播出延误 这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计的 你知道吗 钱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不过就把我当成公司的一个商品 现在新品出来了 就把我这个旧的给扔了呗 我是公司的总裁 是个商人 我必须得计算这些成本 要不然我开公司 就跟小孩一样过家家 闹着玩 这不可能 你太理性了 你理性都让我害怕 可是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娱乐圈 从来不缺新人 永远都有新鲜血液注入 今天是陆小凡 明天就是张小凡 李小凡 就算我们公司不签新人 也有其他公司签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事情闹情绪的话 那我觉得你太幼稚了 幼稚? 行 我就是幼稚 那我告诉你 这个公司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要不你让他走人 腰包 我今天就不出这个医院 你这是威胁我 你别以为不敢把你换了 我的戏呢 已经拍了三分之一了 像我这样的演员 是没有人能来救场的 这一来嘛 他们没有时间 这二来嘛 人家也不愿意做个替代片 所以说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原来你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知道跟你同一行的演员全在戏上 所以来跟我谈条件是吧 我想你应该不是第一天认识我的 你也知道 我最恨别人威胁我 好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一天内 你必须再给我从医院回到剧组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像我这样开会的级别的演员 我已经看了没有人 除非你找个新人来当男一吧 哦 新人 你这个主意不错 谢谢你的提醒 我告诉你 我倒要看看你能换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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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倒要看你 你不错 我给你打了